為什麼會把事情做得好 那個東西叫叫勁 很認真看待每一個事情跟環節 我後來發現就是你有一個更高的目標 你會忘記你當下的痛苦 這個世界上是這樣子 都是哪裡需要你 而不是你適合什麼 第一次有看到那個跳舞機的時候 因為它是新的東西 同類型還有DJ之類的 這些東西是日本人出的 日本人有一個特色 他們講話的時候要有節奏感 不然人家會聽不懂 他出很多這種節奏遊戲 我是其中一項的全球冠軍 我認為跳舞機冠軍這個頭銜是一回事 但參與跳舞機的過程 它其實是讓我看到台灣真實的一面 以及更加速社會化的過程 14歲的國中學生 大部分時候還是被爸爸媽媽管得很緊 然後不要交到壞朋友 這個不要太晚回來 不要去打電動的指令 但是我這件事情 大概應該人家說到大學才開始 我大概14歲的時候就開始 跳舞機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體力好要風行 那到壘球的時候 它就變成比較是 講究團隊紀律跟組織 跳舞機隊我來講 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的展現 我只要把自己顧好 對 讓台灣都拿去拍 公英都回來 那到壘球階段的時候 除了你把自己顧好 你必須要整個團隊的溝通協調 然後同進同出 然後想辦法補足缺點 那個就是一個團隊紀律與 溝通協調的能力展現 以及學習 我是讀資訊管理的 大學的學科訓練 養成我的理性思考 跟數據化的判斷 除了隨和良善的一面 再加上我認為正義跟理性的那一面 才呈現出現在的我 不甘寂寞應該 還好 不 我不從政我也不會無聊啊 那當然在舞台上 就會持續的替台灣發聲嘛 希望台灣社會可以更好 下了舞台要做什麼 其實坦白講 半年前你問我要去哪裡選 我也不知道 你問我比較想做什麼的話 我其實是真的很想跟大家講 正常的國家長什麼樣子 好的社會福利制度是什麼東西 希望可以影響更多的人 就如果不是我在舞台上 那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站上舞台 把這件事情做好 不錯不錯很好玩的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有空可以找我去游樂場翻跳 上去玩 掰掰